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今天的大盘又再度涨了两百多点 货柜航运今天持续的往上走 都是涨停 之前我们布局的载板 今天也全面大涨 这个地方我昨天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谈 第一季 上市柜第一季的获利增加1.8倍 你要去了解 获利这边到底是哪几个族群赚最多钱 我们在整个大盘叠下来的时候 我们从季报去抓出来 航运面板 半导体跟IC设计 它是赚最多钱的行业 成长最大的 所以我们在航运面板都各布局 对不对 那航运股到目前来讲一路往上走 那今天也是一样全面涨停 那这个地方电子股的部分 它就会呈现比较一个轮涨的状态 所以这里操作上你一定要去注意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头底循环对不对 你要从季报跟月报去找 衰退的股票 你要做一个换股 那你要买股票 买这种从低档往上走的股票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最近来讲呢 大盘在这个地方 这季线 这半年线 整个均线是向上的 那基本面呢 也是向上的 第一季获利成长1.8倍 对不对 那四月份呢 它也是史上最好的四月份 那目前来讲呢 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整体的基本面向上 不代表所有股票 都往上走 所以这个地方操作上呢 是一个持股绩效 那你要去了解法人跟大股东 那有些股票往上走 有些股票呢 它是往下跌的 你像宰反呢 宰反大概有三个族群嘛 信心是属于连电集团 南电是属于南亚集团 锦售是合售集团 对不对 那这三个集团呢 在这个地方 它是会偏向多头嘛 那我说你一档股票 你要注意什么 大股东跟法人 那这三档股票呢 最近为什么抗跌 都一路往上走 那因为大股东 偏多嘛 法人呢 各有拥护者 对不对 柏根大通呢 它调高新兴目标价嘛 高盛调高南电 花旗环球调高紧硕 所以ABC载版 ABF载版三雄呢 今天全部往上走嘛 那这个族群 它就会跟什么一样 跟货柜航运族群一样 往上整个族群 一路往上走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大盘 目前在这个阶段嘛 它会不会突破季线 那季线刚好在景线附近嘛 16500 那如果突破以后呢 这就变成一个强势反弹哦 那在季线之上的话呢 这里是百分之百的多头嘛 那如果就拉回在这里做整理呢 在这里做盘整呢 一样嘛 持股绩效啊 重点是你的股票 你也勾配跟我们探极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一个报纸的一个头条 基本面加持对不对 长线持续看多嘛 随着传长股往上走 对不对 电子族群呢 五穷六绝开始来了 所以电子股你要去注意啊 哪些股票呢 它是属于先蹲后跳的 那我说季报成长1.8倍嘛 那四月份呢 四月份也统计出来啦 史上最好的四月嘛 外销订单 42%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呢 要注意啊 基本面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有些股票会拉回 你当然跟大股东有关系 而且不是所有股票 它基本面都是成长的 那这个地方操作上呢 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这长红持续涨停啊 放海昨天创信到今天继续涨 对不对 阳明月往上走啊 那后贵三雄呢 第一本益比高值利率嘛 第一本益比高值利率嘛 那我一直强调 本益比大概是怎么算 股价除以EPS嘛 那国益三雄这三档呢 基本上EPS第一季 都大概赚7块钱 那赚7块钱股价 上一次跟大家谈 70块可以买对不对 转眼之间 它来到90几块了嘛 70块都买得对啊 70块第一季赚7块 本益比等于10嘛 就算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都没探级 它本益比还是等于10嘛 那何况呢 第四月份呢 它有成长 所以这种股票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旺海连续四支涨停 它昨天已经创新高了嘛 阳明四天三支涨停 对不对 长龙也一样嘛 那货柜三雄里面三档里面呢 你买一档就够了 那三档都差不多啦 那为什么旺海涨最快 旺海已经创新高了嘛 那虽然旺海的EPS是最少 它第一季大概赚6.6块 那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它成交人比较小 当充的人比较少 那这里是它今天成交 七万多张对不对 那你看到长龙五十八万多张 阳明五十一万多张 那代表呢 它筹码当充的少 筹码相对稳定嘛 领先创新高 连续四支涨停啊 第一季赚多少 赚6.62 那第一季不够嘛 那你再看四月份 四月份它成长178% 那代表什么 代表它基本面持续往上走嘛 那五月呢 从现在看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都是成长的 那你看阳明 看长龙 长龙十一月份呢 也大概成长了一倍嘛 那这样可以大概推估 在五月份的时候 它第一季赚多少 七块嘛 那现在五月中呢 长龙应该是 EPS赚大概有超过十块了 那超过十块呢 基本上在一百块以下 都是合理的嘛 那目前来到多少 84.7啊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会震荡整理一下 但是整个方向 整个方向是向上的嘛 那因为基本面持续成长啊 那我预估呢 像货柜这种股票 应该可以往上突破一百 那跟随万海的角度 看你来到一百一十四嘛 所以货柜三雄呢 如果你没有赚到 真的相当的可惜 相当可惜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的会员 百分之九十的会员 全部都持有 也就是全部呢 都赚到航运股 那电子股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跟大家谈 你要一档一档去布局 像最近来讲呢 它是轮长对不对 那之前跟大家谈什么 华硕已经领先创新高了嘛 那天宇两次涨停以后整理 那今天换什么 宅运上来嘛 那就是轮长啊 那电子股它不可能全部都往上走 但是你要找什么 找大股东喜欢的 找法人喜欢的 这些股票呢 才有可能往上走 而且它复合成长到2023 对不对 今天这三支五票 全部都大戏嘛 那外资呢 也调高它的平等 我们来看一下 景硕 新兴 南电 是不是全部都大涨 而且是从低档 开始往上走 对不对 我说一个一个族群 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重点你要选择什么 选择华人喜欢的 选择大股东 逢低有布局的 那这些股票呢 一个一个族群往上走 那华硕创新高了 天宇两次涨停整理 那接下来换载板上去了 那下礼拜呢 有哪一些族群可以做布局 那季报的黑猫股在哪里 我们下一段做说明 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另外像今天佳泽 他也往上大涨 创新高 我昨天还在讲 他是一档一档往上走 第一季赚3.99 去年今年赚8.06 这样是一倍 那类似这种获利 实质获利成长的股票 尤其是倍数的股票 他就有机会 往上创新高 那至少创下三月 上个月的新高 那今年的高点 要往上突破 就变成迟早的事情 那很多东西 他都要回归到基本面 你怎么样去找一些基本面 好的公司 一档一档去操作 这在上礼拜 他是刚刚起掌 那目前是不是来到这里 那像华硕 创新高嘛 那创新高拉回 第一档布局往上 你就会做教嘛 拉回再整理 你可以续报啊 那后来是创新高 创新高以后 利多出来了嘛 增加十倍啊 那股价呢 从低点往上 创新高了嘛 那不管我昨天谈呢 不管从现金殖利率的角度 或者从EPS的角度 从本益比的角度 华确呢 创新高是理所当然的嘛 第一档布局往上走 是不是一档一档往上走 那往上走呢 你就可以不用追价嘛 就跟天狱一样啊 从这个地方 对不对 拉回 回到起掌点嘛 那第一记转 4.78 在200块附近 他又形成一个买点啊 他是又往上走 那往上走以后呢 是不是又利多公布了 那公布了以后呢 稍微整理一下嘛 那重点是 你若红低买 他往上呢 你就做教嘛 那不管是华硕 天狱 或者佳泽 都一样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今天变成什么 今天宰版往上走了嘛 那另外船厂股跟电子股 到底是船厂比较好 还是电子比较好 那我认为呢 有实质获利的股票 都很好 低本一笔 高值利率嘛 那你像航运股 到目前为止呢 到5月份 他大概可以赚到10块钱 那股价在100块附近呢 绝对不会偏贵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 那包括法人喜欢的 载版 他今天往上走了嘛 那我一直谈到这个地方 你要去注意什么 你要在好的股票 在低档去布局 这样才是做教嘛 你不要每次都慢半拍 涨上去以后 你再去做追加的动作 就好比之前 在这个地方 在低档布局 这13块嘛 整理要半档啊 第一季赚一块钱 到26块 圆满出调嘛 那后来大盘往下跌 他是来到这里 那一样啊 又再往上走了嘛 这叫轮掌 一档一档坐嘛 包括信心 信心之前我们也操作过一段 对不对 又拉回起掌点了 跟彩晶一样 那信心进场以后呢 再往上走 我说这个地方呢 最重要的是 你要选对股票 在低档去买 做教 你才有办法 在这个阶段 在大盘 在整理的阶段呢 获利嘛 像今天这里往上走 对不对 不要每一次往上大涨以后呢 都凑过了 然后再去做追加 那历史不断的松眼呢 你就一直赚不到钱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头投付 值得投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天这个周末 最后一天 几两八五个高点 货柜全部涨停 长龙这四天 有三支涨停 扬明四天有三支涨停 万海连续涨四支涨停 那今天 载板开始往上走了 那不管是电子股或传长股 都一样 你要找什么 从季报里面 去找一些好的公司去布局 那我昨天花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到季报 增加1.8倍 那它的内容里面 有哪一些公司是最赚钱的 那我昨天跟大家谈到 航运股面板 半导体跟IC设计 对不对 那航运股目前来讲 一路大涨 那航运股第一季 大概都赚7块钱 那第二季到现在来讲 到5月份 你像长龙 阳明 大概都可以赚到10块了 股价 有些到100块附近 都是合理的 那你一方面去注意它的获利 那一方面的股价 有拉回去买 那这个阶段 重点是什么 你要从第一季财报里面 去找出 可以买的股票 那面板连续涨了以后 像面板今天整理 那下礼拜 有平盘下低点 也可以去布局 那电子股的部分 台积电股本太大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跟半导体跟IC设计有关的 它也是成长的租存去买 像今天来讲 星星就往上走了 星星跟南电都是一样 大盘在这个地方 第一季 第一季获利增加1.8倍 全部上市贵 4月份又是史上最好的4月份 成长42% 那这些都是经过统计 那你要从4月份 跟第一季的季报表 合起来去看 哪些股票 它值得去买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而且还没涨的公司 要赚钱一定要做功课 那找一些股票去买 像今天来讲 宅版我们会员就做教 三党都往上走了 你像星星 之前我们操作过这一段 对不对 卖掉以后拉回 它又回到这里 它是又回到低党区 那在这个地方整理以后 下礼拜 有没有机会往上突破 它100突破就转强了 那这一档股票 它是底部 足底刚刚往上走 那南电也是一样 足底往上走 这三档股票 刚刚好三个集团 也刚刚好 有一些外资都看好 所以这是什么 大股东跟法人 在低党去布局 那我们是会员是这样 同步在低党买进 那往上走 它就是做教 那星星是什么 连电集团 目标价 它只做参考 但问题是 这些股票 现阶段 它是在低党区 它拉回 对不对 一支一支做 而且这种族群 它是互合型的成长 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时候 2023 那这些股票法人喜欢 大股东回补 一档一档去做 就跟货柜一样 长龙到目前为止 5月18 对不对 5月19 阳明也是 那之前有打也涨 那包括昨天 昨天万海 涨停 对不对 张农整理 它今天涨停 所以机会一直都在 不要追价就好了 阳明也是 电视往上走 能不能赚到钱 那这些股票 四天三支涨停 毛利率达到5成 毛利率有5成 相对电子股一样 达到5成 所以只要营收成长 获利一定成长 因为毛利率大概在5成 阳明四月也在成长 第一季季报那么多 四月也成长一倍 那毛利也大概5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形成一个震荡 往上走的趋势 旺海也是一样 旺海四月份成长178% 所以它领先创新高 那像这种族群 这一类的股票 一支一支去做 那长农四天 有三支涨停 对不对 那另外星星也是一样 那这些股票 从低档去布局 就跟当初我们布局什么 布局采金一样 低档布局往上 你才有机会赚到大波段利润 那大凡在这个地方 操作难度相当高 那你必须要从季报 跟四月份的月报 一档一档去找 找一些适合布局的股票 找一些EPS成长的股票 确实赚钱的股票 那一档一档去做 你才有机会在这个阶段 赚到钱对不对 四天三支涨停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整理 有些股票会跌 有些股票会涨 重点是你的持股绩效 那还有呢 你要选对老师 买对股票 从低档去买 不要去追价 赚钱不能慢慢拍 给自己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阿鸣 每天要讲很多同样的话 真的大杯冰块呢 正常冰吗 期待一 你会遇到很多怪 咔 百香冬瓜好了 喝之前帮我摇一下 到了下班前 总是累婚了 我要两杯 他吃董事骨肉命蜜茶 甜度 甜糖 你看我 我甜 乌糖 蟹火呀 蟹糖 真的吗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老师带您早日迈向赋予之路 最后发现 02 2752-5868-2752-5868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确诊个案 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用